又是將它延遲了 是今日才召開這個記者會 那今日我們的主題 我們其實想和大家講的就是 香港互聯網協會 是在昨天 已經是向法庭高等法院 入稟 是作對於政府 在10月31日 提出的一個對於互聯網上的 言論的一個禁制令 臨時禁制令 就是提出了一個 的挑戰司法覆核 我們是昨天 如常 入了 被高等法院入稟了 但是留待今天 才和大家再 希望詳細解釋一下 雖然其實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一段時間 過去 除了10月31日 的 臨時禁制令之外 其實 政府已經陸陸續續地 將 不同的禁制令 向法庭做申請 然後 引入一些 可能現在法例有 可能法例沒有 可能法例做到 可能法例做不到的一些監控 就住 之前大家當然都知道 已經有兩個不同的禁制令 特別是關於 譬如是禁止 選民登記冊的資料 去給公眾 包括傳媒 公眾去查閱 跟著也都有禁制令 就是限制了一些 所謂的起底活動 之前記冊 亦都成功 去要求法庭 將這個禁制令 將記者的工作 全媒的工作 豁免了 但去到31日 這個禁制令 特別是關於 禁制令的內容 裡面寫了 如果是涉及一些 有意地 或者是和非法地 去進行一些網上 可能是涉及到 煽動 暴力 或者相關的行為 一些言論 甚至乎是包括到 如果是甚至有些人 有做事沒有做事 但是是協助 或者是容許 這些情況出現 我們其實一看到 這個禁制令的時候 已經是有感覺 就是幾點的 第一就是 繞過了現行法例裡面 其實也都已經有很多的 過案過去用不同的法例 去調查 或者是拘捕 甚至是檢控 成功檢控一些 真的在網絡上面 做出一些煽動性 煽動暴力的言行的人 其實已經是有這樣的法例 但是今次這個禁制令 就用一些比較上過闊 和不清晰的字眼 就是令到我們覺得 其實今次的禁制令 是繞過了 不是繞過了立法會 是繞過了現行的法例 這一個其實 是我們很擔心 就是陸陸續續 由我們譬如 今年的九月初 已經看到 政府是有一個所謂的 討論 我們當時也都已經收到消息 就是說 譬如行政會議都已經在討論 就是怎樣去局部去禁網 禁止應用一些的 譬如好像Telegram 或者是連登 這些這樣的服務 我們擔心 這個禁制令 只不過是另一步 不是第一步 亦都不是最後一步 就是去另一步 去收緊 甚至乎 去引入一些內地式的防火長城 我們現在近日 甚至乎因為局勢的發展 有很多朋友都在擔心 政府會不會真的利用這個緊急法 就是引入他們現在 現在還是用這個禁制令去做的事 這個臨時禁制令去到15號 就會結束 當然 很有機會他們會申請延遲 好像之前的禁制令一樣 申請去繼續下去 那就基本上是直到永遠 直到政府去取消為止 所以這個 我們是很擔心 真真正正是引入防火長城的另一步 而到最後 我們都見到 在我們立法會裏面 有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和政黨 已經三番四次在我們的議程裏面提出 要求去討論 現今在香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裏面 他們認為不贊成的一些言論 甚至乎他們形容為一些煽動性的言論 就是要禁止他們 很明顯是一種言論的審查 而我們都見到 如果你靠警方的這個水平去做一個界線的話 是非常之危險的 大家都記得 早一兩個星期也有傳出了 他們寫去給一間社交媒體公司的信件 裡面是指出一些本地的KOL 甚至是議員 他們轉發一些新聞 警察都認為是會影響他們聲譽 所以就要求這些互聯網公司 社交媒體去移除這些資料 當然幸好這次那間公司就沒有這樣做 但是很明顯如果你靠他的標準去做 他不合聽就會叫你去移除 我們很擔心現在正正就是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步入去這一個這樣的形勢 將會對我們香港不論是社會政治 大家的言論基本法本來是給了我們的自由 以致到我們去到我們的社會上面的 譬如經濟金融方面的影響是極之深遠 極之危險的 我講了這麼多 就想請我們今天有兩位朋友 包括鄭彬彬彬 就是香港互聯網協會的主席 也是今次的入品的團體 我請他也可以介紹一下 他的組織和他今次的入品的情況 還有我們請了徐樂文博士 就是中大的傳播系的教授 助理教授 徐教授可以跟我們特別在封網 和對香港的影響這一方面 因為他的背景除了在學術界之外 也是在科技公司 各方面和傳媒方面都有多方面的背景 希望他可以給到我們一個更加綜合的展述 就是今次這個禁制令 以致到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 其實那個風險是在哪裏 我請Ben、鄭先生 好 請你過來 各位好 我是Ben 我是鄭彬彬 我今天是代表香港互聯網協會 去跟大家介紹一下今次的思考科學 和眾籌的情況 本身香港互聯網協會 我們一向都是非常關心 主力都是推動互聯網的發展和自由 平時很多時候我們關心的議題 可能是一些security、privacy 或者copyright的議題 但是今次我們見到 這個臨時的禁制令 其實本身對網絡 不只是對每一個用戶 對網絡本身是可以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第一 首先想很簡單講一點 其實第一就是 很多時候大家 因為臨時禁制出的時候 大家留意到的就是 它上面寫了連登和Telegram 但是其實臨時禁制令 包含的範圍並不是只是 連登和Telegram 而是所有互聯網的媒介 第二就是 其實它的禁制令 它是非常含糊 它沒有說到是什麼內容 或者你轉發或者發佈什麼消息 才會被禁制 而是只要你發佈那個消息 有那個後果 就是可能會令人使用暴力 或者威脅使用暴力去傷害到別人 或者是物件已經足夠 它去說你要去禁制你這個訊息 第三就是 1D那裡其實它是一個萬能key 為什麼說它是萬能key 因為它只是 它是闊到你說你是協助、交疏 就是一段用字 很有可能就是 譬如 只是一些ISP 或者是一些互聯網的平台 它們即使 即使那些訊息在上面 可能經過它的平台發佈 它可能那些訊息是加密了的 或者是一些它不能夠去管制到的訊息 它一樣可能會觸犯到這個禁制令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明顯整個禁制令 其實不只是說 要做一些針對單一什麼事件去做 而是整個互聯網瘋網的前哨 即它告訴你 其實我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寬 這麼含糊的禁制令 然後其實將來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它可以利用這個禁制令去做些什麼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唯有盡快 其實昨天已經是最後的期限 我們就要日品去高院那裏 希望阻止到它去將 好像剛才是Charles Moore這樣說 將它延長成為一個 以後直到它提單才會停的禁制令 另外一方面 因為始終會牽涉到一個司法的程序 還有我們也不知道它將來除了這個禁制令之外 會不會用其他的方法去有一些封網 或者去禁網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們這次也開始了這個眾籌 我們的眾籌其實剛剛也都雖然沒有辦法 其實都只是昨天就開始了 我們希望目標就是三百萬 裡面也都包括了一些平台的手續費 我們如果這次的司法程序結束之後 我們眾籌有錢製造的話 我們也提出了 我們就會平均捐回給612和升貨 我想 基本上 差不多 我們最後那時候 或者我們再重申一下眾籌的網址 大家可以即時去和現在中後方面的情況 好 不如我們先讓Lokman說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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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我 也就是一位主持人 那一位主持人 所以今天我要说两个东西 我要给你一个例子 如何这些法会影响 press freedom in particular 因为, after all, I'm a professor 在 Journalism School 然后,我要给你一些 背景上 什么是在香港的性格 和一些我的研究 所以, let's say that the press reports on police abuse 在这个老大一周 我们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但是,一中一周 是,一个人的警察 说,在谈话 一样,几个人的警察 开拓穴 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是开拓穴 那些警察 开拓穴 那些警察 所以,这些被运动 是公司 现在,说, 如果警察 警察 是关注这种 的被告说 and then telling the press you need to remove this right this has no news value they say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lead to violence please take it down right so under this injunction that is not impossible and so i think we hopefully in this room all can agree that that would not be a good thing for press freedom and for hong kong in general but the injunction also has larger implications so what if an internet platform you know that you know many news organizations are obviously on right what if a news platform publishes or republishes that news and so under the injunction that also might be a violation of the injunction because republishing this kind of speech might uh might be on the track and then so last but not least what if i reshare it personally on my account righ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is is worrisome i want to share it on my personal account am i then also under contempt of court and then even something liking the post might be up for or uh because it all says encouraging right uh the kind of speech that is might lea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and so what does encouragement means uh it's a simple like enough uh we have seen case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liking something uh might fall under that and so i'm concerned that in hong kong this will happen too um so what this shows example shows is that this injunction is really problematic um you know charles and ben have talked about that already uh in free speech theory we call this uh heckler's veto you know it's when government uh uh is afraid uh that certain speech might lea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and then will take it down and then so um this is you know and the concern with free speech theory is that it's very prone to abuse um they can say you know like oh we're concerned that this speech will lead to violence and then take it down order to take it down um now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ultural context that this injunction is happening in uh hong kong society and so we often say that free expression is a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society uh we hear this a lot it sounds cliche but i don't think it's something we should take for granted and that's the people here next to me that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uh because only you have to look across the chinese border of course to see what society would look like uh a place that you know like has no internet freedom uh no freedom of speech even and so um when we say free expression is a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society uh that's not just rhetoric it's actually backed up by data i did a surveyuh it's relatively old 2015.uh 2016 actually we compared 11 societies in asia uh and for hong kong sample size was 631.uh this is not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because it was online uh survey but we did quota sampling so it was based on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uh but hong kong had the highest support for free expression uh amongst these asian places uh over 97 percent supports uh the protection of speech um over 85 percent supports uh the protection of speech online um at the same time uh that doesn't mean that hong kong people think anything goes they also there's also support for for regulation of speech uh and then so but we found very nuanced views on what kind of uh regulation right what kind of censorship so the least support was for political speech um and there was support uh for for example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or the removal of hate speech or uh even issues that tried to national security um but what a lot of people agreed on over seventy percent was that internet censorship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transparent and made public um and also that the person who is being censored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uh this decision that's over 71 and so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here today we're challenging this decision because we don't think it's right um we think these limitation we we understand that free expression is important but it has has to have limitations but these limitations have to be exceptions they have to be narrow they have to be limited uh and they have to be clearly defined you know none of these are actually the case in in this injunction um i uh want to conclude uh by saying that um you know i want to challenge this idea that uh you know that sort of underlies this injunction and this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you know for some reason speech is the cau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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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actor behind all this violence um i disagree with that uh i don't think it's a speech that's leading to this kind of violence actually it's expression of speech that's leading to this kind of uh protest and the violence and so further suppressing speech seems to me completely opposite uh and counterintuitive to stopping uh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um there is actually a lot of research that shows this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that says that you know in society with greater levels of protection of speech there's actually lower levels of social unrest and violence the reverse hypothesis also has support um that if uh political violence will likely increase if you fight extremism with censorship and then so banning speech not going to calm things down it might actually make things worse um and then so we have a great culture of free speech in hong kong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is open and free and i'm here today to call the public to support this campaign and help protect the open internet in 謝謝徐博士 我想不用再重複中文了 大家都收到了 他剛才說 為了時間關係 我也想趁這個機會 給大家一段短片看一段短片 就是結盤戰線 華鼠娘娘幫我們 特別拍了一分鐘左右的一個影片 因為她現在在德國進修 所以她特地幫我們做了這段片 希望多一些網民都能接觸到 亦都希望他們可以支持 我們這次的法律行動和眾籌 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你沒有搏聲的 沒有搏聲的 有一個音樂線 突然出來了 你可不可以 有一個音樂線 在哪裏 有一個音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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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你按住 你按住 一次有一個音樂線 謝謝 你按住 什麼頭 你按住 VJ的頭想想用第二次 先拍出來嗎 幫我按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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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插一個 這個 我按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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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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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嗎 我嗎 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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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開 算了 那機沒開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開大機 開大機 是的 你躲在那裡開 謝謝 謝謝 觀眾請 香港政府早前 成功申請了 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在網上 發布任何線路使用 或是網絡使用 無力的議論 這條禁制令的危險之處 在於只要擔憂 Facebook 網絡對 黑警示全家 已經可以被 從新再播過 是沒有 OK 開始 大家好 我是電監接線的光重呈 香港政府早前 成功申請了 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 在網上發布任何 煽動使用 或是威脅使用 暴力的言論 這條禁制令的危險之處 在於只要單單 向Facebook 網絡 黑警示全家 已經可以被 被視為笑動或鼓勵使用暴力 而網上的平台 如果出現這些言論的話 亦可被視為鼓勵使用暴力 政府也可能因為這樣 要求網上的形態 要禍類網上的內容 甚至下載了某些特定的網站 我們無法接受政府 這樣環境網絡 亦不能容忍政府 進一步這樣擴大網金 因此 香港互聯網協會 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挑戰這條禁制令 面對這場萬全抗爭 我們希望眾籌三百萬 除了眾籌平台的手足費之外 眾籌所得的全部 將會用於今次的司法普洽 希望大家為香港的網路自由 出一分力 和我們一起走下去 好 大家都看到眾籌的網站 資料就是在這裏 好 大家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大家可以 有沒有問題 好 OK And then you 是 想問一下 訓制令實施 可能都超過一個禮拜 去到十幾天 知不知道有否一些電台 真是因為這個禁制令 被訓制可能去停止 一些言論 或者有一些人 可能是因為這樣而停止 那些人 有否看過這些情況 Ben你答不答 你答不答到 你答不答到 我們未知的 我們未聽過 但是實際的 亦都有可能 如果我們今次的入稟 亦都希望高等法院 是盡快會開庭去審理 有可能 希望在譬如這個禮拜之內 或者去到禮拜尾那段時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這個 亦都會是 我們會提出的一個問題 似乎暫時警方 是沒有作一個宣布 說有使用這條禁制令 是有哪些網站 或者服務受到影響的 暫時我們沒有聽過 另外 一件事 我認為我們需要強調 是 我們還未知道 是否有否有 正確的訓言 在此時 但這個吸引 是有一個很寒冷的影響 可能會有很多人 因為人們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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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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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心 所以我們不明顯 這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們可以提出 我們不能提出 在此時 這已經是尋找到 但它已經有很明顯 這已經有可能 有一個重量的 反應 在訓言 我想補充 剛才阿朗文說的 就是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會 甚至有人會這樣問 他說 既然他拿了一個禁制令 都是一個廢的禁制令 那你搞這麼多事來做什麼呢 其實呢 正正就是我們擔心 他現在表面上看 是還沒有執行 但是實際上 過了這個臨時禁制令的期限之後 他就可以 好像之前那條禁制令那樣 基本上是 向法庭申請 他就會永久地延續下去 那跟著他做什麼呢 他可能頭兩個星期不做的事 他之後都可以做 那好像納文提到 一點就是 會有一個白色恐怖 自我審查 因為其實實際上 因為剛才大家都 Ben也提到一些可能性 納文也提到一些可能性 就是 如果 譬如說 失憑了的 譬如好像他剛才提到的那個例子 拍到 傳媒 亦都在網上發放 一些 甚至直播 好像昨天 就見到一些 警察暴力的場面 會不會 有人就說 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 你播我們 警察一些 場面出來的時候 就會挑釁了其他人 去向他 去 作出一些行為 一些暴力的行為 所以就要禁止他 這是並非 無可能做到的事 亦都是因為 他繞過了現行的法例 不需要去 真是根據法例裡面的 需要去作檢控 那 就是要求他 即時去 移除的話 其實就變成了 整個的 真理審查 就交了在 譬如 律政 甚至是警察的手上 這個是非常危險 會有一個 白色恐怖的情況 亦都有可能 好像剛才Ben提到 就是影響其他的 網絡上面的 其他的供應商 或者 其他的 轉載的人 或者 一些平台 全部都在 不知道情況之下 可能將來 會受到影響 所以 我想大家 我也覺得這個問題 很多人的心裡面 都會有的 就說你廢了 你還搞他做什麼 其實 並非一定如此 我們都很擔心 當他將這件事 常態化了之後 那個影響 是非常之深遠 甚至會繼續用下去的 Can you just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sort of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act now to challenge this threa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sort of the internet itself in Hong Kong Will the precedent be set if we don't challenge it Will the precedent be set Well Ben or Lockman can help Yeah so actually just as what Charles mentioned first thing is like if we don't do the JL now it can become something persistent and then like even if the governments or police force don't use the intermediate injunction right now they can use the injunction in future for whatever things that can reduce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covering the internet freedom in Hong Kong so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possibility that if this becomes something permanent that would also not just affect like the activists and als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ut also for example other tech company internationally they might consider it a problem for them to invest or to set up a new data center new CDN services in Hong Kong so that's why we have to file the injunc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injunction right now and hope we can stop it at this stage Longman anything you want to add? yeah sure so you know like I just I need to repeat this because it's important I think you know it's unclear how this injunction is going to end because it can be happen once it can happen again it's not clear you know like where the boundaries are of this injunction except for this date but again can be easily extended injunctions are usually temporary relief right? it seems like a solution for something that's much more structural going on and so you know the fear is of course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ongoing and what you also need to see is that the injunction is a larger part of a larger trend of you know like where political parties from pro-Beijing especially are trying to stifl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and also in society and so you know calling for more regulation on quote unquote fake news and so on and so on and so this is not just one small injunction you know tha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you know like it could be extended you know it's unclear you know if they can do it once they can do it twice and it's part of a much larger trend that's going on right now and so we need to stop it now rather than let it grow and festival and festival